哎呦琴天一不留神我的饼整糊了 一个鹅蛋加一个饼 结果成这样事的糊了 怎么办呢 那就糊吃吧 应该味道不错 这面卖相还可以 这是底下那面挤上点番茄酱 要不然没啥子的味 这个饼应该是挺好吃的 来吧开始搂它 哎呀这饼比我脸都大呀 虽然有点糊了 但是应该不错 咬一口味道还挺香的 嘎嘣脆呀 外相不好 但是吃起来还可以 一个鹅蛋一个饼 感觉这一个饼下肚没咋地儿 再来点薯条来两根肠 都吃完了这时候差不多了 现在把床上收拾收拾 早上起来得叠背呀 虽然说我这小家不咋地 但是也得守着呀 把这背叠吧叠吧 这不从我回东北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车上住 很多朋友说你咋不上楼呢 因为我觉得在车里住方便一点 一个是楼上房子呢 是套衣的比较小 再一个呢就是老人 还有小孩那个生活的规律 跟我也不大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在车上还是方便一点 一般我是早上睡醒了以后 在车上自己弄口吃的 然后我再上楼上去 给老太太整饭呀啥的 来七八糟的 今天早上简单吃个饼 把车上卫生收拾收拾 然后一会呢我再上楼 呀今天天气不错 大青天啊 把我的睡衣再叠下来 幸亏我买了这个大抓容的睡衣 要不然呢在这个北方实在是受不了 这回来三餐日子也有个十天八天的了 加上天气有点冷 我这个胯骨轴子跟腿又开始有点疼了 看样啊我还是不适合在北方生活 冬天还是在南方 对我的腿也是比较有好处的 把它堆到这个棍里边 再把地擦一擦吧 玩了这么长时间房车 出来这么久了 第一次车里边整个这么埋态 我觉得都不是我自己个儿的家了 因为这个天太冷了 然后外边又下雪又脏 我就把车和那地毯给揉起来了 光剩了地板 上来就不用脱鞋了 但是也架不住外边实在是太脏了 然后踩上来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现在地板已经可以看不出什么事的 我决定等到年前的时候 再得来一个大扫除 行了都熟识差不多了 就这么地板 今天过小年了 你们吃啥呀 今天我们准备吃火锅 现在熟识好了 我准备锁上车门 买点肉 今天要吃完火锅